創辦人準備要講話了 令我敬佩的創辦人 在我開始講的之前 有一個修正 剛剛詩儀說 我是會賓 我不是會賓 我是制止人 歡迎回家創辦人 我一直就在家裡面 十年了 每年的運動會 都是我最愚派 最興奮的以前 這個我以前也講過很多事 不過今年 我想有很多新的同仁 可以再講過 每年的投資建運動會 我都認為 是那一年 我最興奮、最愚快的 為什麼 為什麼 群眾在喝彩 張創辦人鼓勵大家多運動 最好的是四天以上 當然最好的是每天 希望每天都能運動 大概 四十分鐘能運動 每天 每次 每天每次四十分鐘 其實 可以 跟大家講 我從二十四歲 到二十四成年 這個運動 叫做 我 二十四歲 就 開始 工作 開始 這個 有 有 工作 二十四歲到五十歲 可以說 一點運動就沒有 五十歲 我忽然 請 約 欸 找如 我現在還不運動的話 那 我請 是 將來 年紀 個大 五月 健康 月 會不行 所以五十歲 以後 創辦人在講話 我盡量不要講話 人潮真的很多 人潮真的很多 我盡量不要拍到人潮 尊重隱私 Focus on 張創辦人 你沒有健康 你自己 也不能做 你更 不能為 你愛的 台積來破 什麼事情 好 好 那因為手機熱得很厲害 現在 發燙 只好 停止錄影 那 今天 二零二三 睽違三年的 台積電運動會 今天 有幸 來參與 倍感榮幸 那 準備去逛圓遊會了 再見 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